萌探的私访之张亦凡独家专访 主题问答特辑 下一个是 应该也是生活日常吧 上一次他们在重庆给我写信 然后列了很多美食清单 大大的拥抱 然后跟我约定好了 七月他去北京找我 睡觉的时候可能也就一米吧 因为我比较喜欢全的睡 最近做个比较冒险的事情 好像还没有 如果有机会的话 想尝试一下跳伞 鞠躬九十度青年吗 互联网嘴涕就是帮互联网上大家讲一些他们想讲话 括号文学就是一段话后面有括号 然后记号一些重点 把裤子放进冰箱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做一个什么什么的人 呃 冷酷的人 哇 学到了学到了 聊天框战神 很爱聊天 啊我也会这样啊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啊 那我可能也是聊天框战神 最后跟谁就咪呢 我吃错了 你谁啊 下一个 你是谁哈 不是你谁啊 挑衅你 你真可爱 我说实来不及思索 而思索之后还是这样说 谢谢你也很可爱 可以考虑出一期红毯多巴胺穿搭吗 呃 呃 呃 没有这样的考虑 不盘始化举 还挺开心的 满烧脑 呃 呃 今天见了红雷哥本人 我觉得我不及他的万分之一 哈哈 很小很小 没有 就今天跟红雷哥接触就发现 他其实也是个很可爱的人 嗯 嗯 毫无章法 嗯 随心所欲 快乐 那肯定是真妮啊 嗯 我们俩是很多年男朋友 唉 我们俩平时一直约 也约不上 然后没想到这次工作就碰上了 耶 很开心 大家一个问题 今天的剧情和时空穿梭有关 如果有机会可以覆盖一段记忆 有没有人想要使用这个技能 那时候在上学的时候 还在青春懵懂悸动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暗恋的男生就在旁边 我就是想下去剪笔 然后我就还很顾及自己的形象 就想优雅一点 优雅一点 美丽一点 然后我就这样下去的时候 就挤出了一个那种 挤出来的屁声 那个屁声 不大也不小 就是刚好 恰好让他听见 咱们就说 听到那个屁声的时候 我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也不钻进去 你就这样慢慢消失嘛 慢慢过来 不是 你应该说一句 哎呀你的怎么小了 对我本来就想刷一个椅子怎么想 但我就觉得太刻意 我就想还遭遭没什么事从发生 你再印一下这 对 这一个 你看又不想 演一会儿 当时是一个演不了一点的一个情况 那个男生呢 然后那个男生很默契的就是 当作没听见 我看覆盖掉 希望可以把他们的也覆盖 主要是覆盖掉他 主要是 你自己问了有啥用 这肯定是覆盖别人的比较有用 我自己也不想记得 都覆盖掉 说不定对他造成阴影了也不一定 是谁呢 贝茨 怎么还有茨啊 你用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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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能 那有一句 薇佳哥说的对啊 佳哥说的对 我觉得是目前最好帅说的 2 hours later 爱哥 我们是同 同队 同队 对我们是同队 今天召集大家来哈 嗯 主要的目的是 要我们 蒙滩宇宙 面临着 史无前例的困境 嗯 蒙滩宇宙中 在蒙滩宇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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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良哥说完是谁借词呢 是什么 哥是 你最后一句是哪个 这个是哪 你你你你你你 没错 作为我们整个蒙滩宇宙的主星 给我见假 金币你 这是什么环节啊 金币你 金币你 什么意思啊 金币你 金币你 金币 他说那个梗 金币 金币 要有一 要一种夸张的语气说出来 你让他给你演示一遍 哎 金币 嗯 啊 回家哥来了你都回回家 我怕累我怕我怕 我怕家哥抽我 回家哥 什么啊呀 怎么走 怎么走 咱们不是可以变身过去吗 就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跳啊 这么传统啊 哈哈哈哈 我刚才以为闹玩的呢 那比一个动作的 一二三 哦 怎么到小孩 自己给自己摆笑了呢 我以为大家会一样 这个都是还是不一样